是 就是你有什么就是点经常被人家cue到的 对对对 嗯 那就从 诶 起今开始 从起今开始吧 从起今开始吧 毕竟你这点也是蛮多的 对 有什么点会cue到我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很多人都比较喜欢我 很多地方都会cue到我 你喝多了 哈哈哈 这个人怎么会今天讲话这个样子的 我在思考要说什么 我又想要说什么 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 可能是蛋脚吧 哈哈哈 被cue到的可不止你一个 哎不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粉秀粉过来看 你就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了 有的有的吧 那你呢 鲁天慧 哈哈哈 有点生硬啊 就是这种别人话找不来话题的时候会突然cue到我 哈哈哈 我什么 我其实有一个 有什么点啊 我有什么点啊 人家在想到N队最可爱的人是谁的时候肯定会先cue我呀 你这也不清醒啊 这怎么 我啊 我就是在想到别人讲到N队最可爱的人除了鲁天慧就cue到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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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吧 有点那味对吧 嗯 说到什么会比较cue到我 我觉得可能就在N队就就是个子吧 说到个子可能会 不是应该cue到我吗 哦也是 哈哈哈 不一样 我俩是不同性质你知道吧 我是 你是什么性质 你是傻大哥 他是小矮子 哈哈哈 很精准哎 一下子就有两个人了 你精准 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对的身高还是蛮蛮蛮不错的 比较身高其实蛮高的 对 你这在看什么呢 那你呢 我哎呀我这被cue的点太多了 因为我这个人十分的优秀 然后 而且激进一起喝的吗 你俩哈哈 可能我们俩 你跟我哦 我觉得如果非要cue到我的话 就是可能是看到我 大家总是会觉得 如果我不说话的话 大家一般都会觉得 我是个南方人 然后他们会觉得 最不像东北人的东北人是谁 那就是我啦 过来关那个 因为你说你说 你长得像南方人 我就想到我一直被人家说 我是北方人 东北人你知道吧 其实我觉得你是 两边都有点 咋的我会念南方 对啊 我是这般面点南方 这般面点北方 没有因为 没有百相似 所以我们长得好看的人 就是南方北方都很像啊 是吧 就是这个样子 你呢 我的话就是 就是大家 每次舞蹈视频打不开 就会Q到 对 他是客代表 连老师找不到了 而且还有就是 我们一定要唱歌的时候 谁就是排练的时候 唱歌谁唱 刘洁唱 对 一定会Q到刘洁 对 很简单 你呢 我就是 我作为一个青岛人 但是每天都在说 你是青岛人 你是跟黄博一样吗 哎 我有一个青岛老师 他听起来 你说的 最好跟你跟黄博很熟一样 黄博也很可爱 就是我每天都会被他们Q 你为什么操着一股熟练的东北味 你也东北人 不是 我是青岛人 哎 就他这个口音 他 他这个口音 我给你学一下 不是 我刚刚 我就是中岛的 就他这个口音 你跟我说没口音 你都是吗 就是吗 这是东北口音吗 这是东北口音吗 这不是东北口音吗 这不是东北口音吗 你会东北话吗 赵家人 我晕了 到底是什么 你会东北话吗 我不会啊 我们那个黑龙江人 都说普通话的 真的吗 我晕了 东普 就是东普 对 对 然后每次他们都会问我 你哪里人 就是一开始我会跟他们好说 对我是青岛人 后来他们再问我 是对没错 我就是东北的 哎 我也确有这种认为呢 空气不是从命 我就直接从了就算了 我就是 他们打王者的时候 然后 就每次说 每次就说打排位啊 然后 然后就说 哎打不了 为什么打不了 因为陈影兹是黄金 然后他们都是什么钻石之类的 然后就跟我打不了王者 然后每次要Cue一遍这些事情 就要反复提醒我 你只有黄金 然后你们都很厉害 就是这样 就每次想带他打那个排位 永远匹匹不到一起 哎 你这样就是你们做的不对了 我也觉得 像是我带别人玩游戏 我是开小号的 对你就应该开小号 看来你这个带妹 哦也不是带妹 哈哈哈 看来你这个带人 你这话也没错吧 这个带 我是带妹 是带弟弟吗 对也是 你这个带人的事 我是个好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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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开小号 啊你说 快点开小号 你说啊 你说完了吗 你说完了 你说完了 你说完了吗 到我了 哈哈哈 这么强烈吗 就是我自己cue我自己 就是呃 我刚才在台下在想 这个话题应该怎么说 我说我到底什么时候被人cue呢 然后完了之后 那个时候我正在就是换衣服嘛 然后阿姨说我cue你啊 你衣服穿错了 哈哈哈 就是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忘性比较大的人 就是总算 其实我cue自己最多的是西西穿鞋子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对这个出门的定义不太一样 就是我已经好了 就代表我鞋也穿好了 你还会出门啊 对不起 西西的 西西的我已经好了 就是鞋子上的袜子跟鞋子都没有带 哎 昨天就是啊 我说张希我们出去啊 我们我叫车了 张希睡衣还在睡上穿着呢 他说我好了呀 说你把衣服穿上 你再说你好了 他说我好了呀 然后就准备就开始走了 我明天cue他最多就是快穿鞋 还有每次我出门之前 我都要回回门三次 就是要么就是手手机忘拿了 要么就是耳机 耳机 那些都不重要了 主要是有时候包都忘拿了 然后就口罩什么的 就总要回三次 还有一次鞋子 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穿拖鞋跟个袜子 然后快下来的时候 到后面就是如果没有什么重要场合的话 我一般是穿上拖鞋 穿上袜子 然后就出门了 是这样 嗯 好 那就让这个刘洁来接个尾 不对 让卢天慧 让卢天慧今天拉票 拉票 我也拉票 你敢拉票 那你俩 你俩 小妹子 你们干嘛 等一下 我来 我来接个尾吧 我来接个尾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说呢 这个 虽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嘛 才会就是被不同的点cue到对吧 所以接下来就欣赏精彩的 什么话呀 哈哈 没文化 这个人 真的是 要不你了解 走了走了走 我闭嘴 就这样吧 谢谢 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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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呦 哎呦